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五年多前,我組了人生第一台DIY桌機 總預算了大概一萬元上下 並且搭配著我那一口專業且流利的鋼化 開啟了我Youtube的頻道生涯 經營到現在不但要開鋼化精英版了 也有了自己的硬體男團 感謝大家一路來的支持 那最近我剛好想到一個企劃 我們都說科技的進步速度照看它不會 硬體疊代的速度很快 時隔了五年 假如再讓我用一萬元左右的預算主電腦 在當今2023年,到底可以湊到怎樣的配備 所以這個就是今天的主題,大家就聽我的微微到來 本集的企劃由Surfshark VPN 贊助播出 感謝他們作為我們內容創作者的堅實後盾 那Surfshark他們也不會對影片內容做任何干涉 給予我最充裕的內容發揮,大家可以放心觀看 而所有的VPN,則就是虛擬的四人網路 當你開啟VPN後,你的設備加入和VPN的伺服器做連線 透過VPN伺服器做代理上網 那這麼說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是可以隱藏自身的IP位置,不容易被追蹤 第二是Surfshark會透過加密,來確保資料不會被駭客給竊取 所以像有些大公司,就會要求員工在外讀取公司的資料時 必須先開啟公司加設VPN,來避免機密外線等等的意外 那除了資安和隱私可以獲得保障之外 你也可以透過VPN,來切換裝置所在的國家 這樣來就可以觀看像是Netflix,在不動地區的內容 那如果防讀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參考一下他們旗下的Surfshark Antivirus 它是一個輕量級病毒防護解決方案,除了易於上手 還防止對你的設備和相機的臨日攻擊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它可以阻止所有未經授權的應用程式 來訪問你的攝影機,用途是很廣的 先點擊下方連結,訂閱Surfshark VPN 並且輸入我個人不會得到分輪優惠碼0.123 即可獲得專屬優惠,加額外三個月的免費使用 還提供30天無條件推廣保證,讓你不用擔心不適用 我也把資訊放在內容欄,有興趣就可以飛去看一下 那我直接把這次的配備的零件單給列出來 讓大家可以直接做對比 這些零件之中,如果二手的我就會標注上去 那如果沒標注的,就代表是全新的零件 然後大家應該可以發現 我這次的配單在預算上有點小爆了,來到11000多 那這部分主要是有些零件實在太划算 一或是我個人的堅持,所以才導致超出一些預算 那這部分大家就會聽我的味道來 先來回顧一下我當初組的它的電腦,它也是我的初戀 因為大學生的預算有限嘛 所以總共是湊了1萬塊左右的預算 希望可以應付線上遊戲之類的輕度娛樂 並且可以拿來剪個1080p的影片這樣子 然後我也追求CP值的最搭化 所以我在有些零件上是選擇二手的 那這次的配單,我也追求整體的性價比表現 所以有些零件我也是用二手的 然後這台電腦,我目標是作為一台性能均衡的遊戲主機 可以應付一些輕鬆度的遊戲遊玩 並且也能讓我拿來剪個片 我就是把它當作假如我現在才要開始做YouTube 然後來兼顧打遊戲 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我會怎麼去湊零件 好,那首先是CPU的部分 在2017年的時候,我買了一組二手的Intel i5-2400 加上ASUS的P8H67主機板套組 總共花了1800元 這可以說是減到便宜喔 因為當時這樣一組的行情價普遍在2000以上 所以買到真的是讓我爽了很久 這套版U,直到現在還是我的頻道背景封面 可見它的地位 那i5-2400這個CPU有多強 我在之前就已經多次讚美過它了 Sandy Bridge架構幾包的牙膏 單核心的成長巨大 四核心四執行序的規格 即便它已經是2011年的產物 但在當時也依然足以順跑的單機大作 那還剪個影片也是順暢 總之探照我的DIY歷程中 扮演著非常重要的夥伴 那到當今,差不多的預算下 我們的CPU已經可以選到AMD的一代Ryzen 5 1600了 相比i5-2400,1600的核心數升級到6核12執行序 加速頻率最高3.6GHz 多核心能是翻了整整兩倍 AMD當然就是憑藉Ryzen系列榮耀回歸 並且開啟了大多核時代 可以說現在我們能有20多核的CPU可以用 AMD絕對扮演的關鍵角色 那六核心的規格 在當今可以說是主流的基準 有著不錯的遊戲相容現在多工性能 重點是它還能超頻 根本就是我們硬體管老闆最愛 那提一下開箱小插曲 這次我是買二手的 那很幸運的是賣家還有流外盒及散熱器 所以其實就不用額外填購了 然後我注意到原廠的貼紙已經不見了 結果後來才發現 它是被貼在散熱器的風扇上 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麼奇葩的貼法 這也算是二手零件的樂趣吧 而散熱器的部分 本來我是想說就用原廠的 畢竟AMD的原廠散板就不錯用 不過我還是會好奇說塔善的進步軌跡 之前我花了650元 買了一顆四熱管的入門級塔善 那到當今差不多的預算下 我可以拿到怎樣等級的散熱器 也是蠻令人好奇的 那尋找了一下 我最後是鎖定了利民的AX120 RSE ARGB 它在蝦皮上全線賣500元 那如果是無光版本只要400多就可以入手 那它同樣是四熱管的規格 不過在銅管上有鍍孽 並且有帶ARGB的風扇 對比我之前買的濾鍵來說 確實塔善在這幾年間眼鏡不少 可以用更便宜的價格,買到更好的用料 那我看網路上的資訊 這顆AX120的解熱能力可以到100W以上 感覺還蠻不錯的 待會就來實測看看 那搭配的主件盤的部分 就要看CPU的型號來決定 一代Ryzen有B350和X37等等的可以選 那我後來是找到這一張 二手的ROG B350FGAMING主機板 只賣1300元 全新的在當時印象中也燒個4000跑不掉 所以就立馬手刀買了下來 雖然其他B350有更便宜的 但哪疊過信仰的魅力嘛 那它是ATX的版型規格 在擴充性及用案上都給的不錯 並且延遲也很在線 以這個教育來說沒什麼好挑剔的 重點是我發現賣家沒有4223那片膜 感謝他的大恩大德 再來是記憶體的部分 當你有印象很深刻 DDR4的記憶體長到無法無天 貴到讓人下不了手 所以我才會推而求其次 選擇前一代的DDR3平台 但即便如此 那時候的DDR3也不算便宜 因為我有剪片和多共的需求嘛 所以我一共是買了4條4G 花了2200塊錢 比我的版U還貴 不過那把主機板都插滿了快感 也算是值得了 那經過5年後 隨著DDR5的推出 DDR4的價格已經降到非常平價 你走來路上都有可能會提到 單條石油區的全新DDR4記憶體 你在PC用上面便宜的 可以找到700多塊的在散熱片的 那剛好前陣子 我看到創建的DDR4記憶體 我在做特價 單條石油區的記憶體 頻率3200只賣899 大廠家用終身保還不錯 所以就直接買了兩條湊個32G 剛好可以拿來應付剪片 那也真的是沒想到才短剪幾年 我們就可以用更低的預算 換到下一世代容量翻倍的記憶體 重點是還是全新的 再次儲存部分 當年主電腦的時候 HDD搭配SSD的雙疊模式是主流 因為主要還是SSD還沒普及 價格壓不下來 在當時128G的SATA SSD 就要花我破千元 並且性能也普普通通 所以拿來當系統的也就差不多了 儲存部分還是得拿HDD 不過到今日SSD的價格已經差不多 逼近HDD 並且可靠性及速度都是翻倍性的成長 所以已經可以拿一顆大王的SSD 來取代過往的雙疊組合 像一顆1TB的MX500 已經比我當年兩顆硬碟加起來便宜不少了 接著顯卡的部分 當年我是買一張二手的GTX460 花了500塊錢 要玩個GT25中低特效沒問題了 其實這張卡在當時的性能不算多好 但你要知道 對於長時間使用筆電內顯的人來說 升級這張卡就如同體感升級RTX4090 那個性能進化是有感到不行 那是這個主電腦 因為想同時應付現在遊戲還有剪輯 所以我預計會給多一點預算 至少是到1000-2000之間 那這個價位帶也基本得挑二手的 不然全新的只有GT710或GT730 這種量機生卡可以選 也就是傳說中拔掉後 會讓電腦性能暴漲顯示卡 所以挑二手性價比無意是好得多 那這個價位帶 最後我是選擇之前測試過的GTX1060 這張卡在我心目中是一代經典 直到現在它也能夠跑得到大型遊戲 然後我是選擇6G VRAM版本 雖然價格有可能會爆預算 但現在遊戲對VRAM的要求比較高 如果只有幾百塊的價差 我個人還是想多捏一點上6G的版本 加上說N卡對於平面的相容線上穩定性的更好 不然如果你只是單純湊打遊戲的話 RX5808G也是可以選的 價格會更便宜一些 但還是要留在礦卡的風險啦 那GTX460和1060同樣都是60級別的卡 但性能可以說是天差地緣 不誇張大概差了4倍喔 加上說1060又支援DX12以及更大的VRAM 所以可以更好適應現代的遊戲 最後是機殼以及電源 這幾年因為行業之間的機械競爭 加上廠商門的利潤壓低 所以總感覺機殼的電源場門 都有點頭破血流的感覺 但對於我們消費者來說 最直觀的感受就是東西變得更便宜了 然後規格也變得更好 5年多前的1000元可以買到全漢的聖霞市 雖然你現在來看它的規格已經不起眼了 但在當時確實性價比很不錯的殼 那1000元放到現在來看 你已經可以買到像是CMT211B這樣子 帶4風扇、ARGB燈 以及車頭玻璃等等配備的機殼了 增列性能還有均能性鬥手的進步 那這次我是選擇AR1000LINE來做組裝 價格在1500元 並且擴充性及防塵上的表現都不錯 其實電腦用到現在 暫時會更加注重防塵功能 因為它可以延長你輕易電腦的周期 我現在是已經膽來默洗了 沒有多少力氣去幫電腦做大掃除 那再次電源的部分 當時1800元可以買到550W的銅牌入門電源 現在同樣550W銅牌的價格都有所下調 而且假如再加個幾百塊 就可以升級到金牌轉用率的電源 因為金牌在這幾年間的價格降幅是更大的 通常2000多就可以買到性價比很不錯的中高階電源 如果你的預算足夠 並且未來也有升級的打算 那這部分不妨可以再選高一點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所有配備 預算是有點小爆沒錯 不過看到32G的全新記憶體 以及1T的SSD等等 其實在各方面的配備上的性價比都很不錯 那如果說你的預算是真的很有限的話 那還是有不少cost down的空間 像是把記憶體拿回16G 並且顯卡換成RX5808G等等 整體的遊戲性能差不多 但價格還可以壓到7000多 這部分就看需求及口袋深度了 那今天我們就把這零件給拼湊起來 看看它的性能表現如何 在這方面的配備上 看到有什麼式會有什麼 我看見有什麼時候會做的 現在我們的負債內 可以的負債內 可以的負債內 可以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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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個組裝過程其實大概就半個多小時 速度是非常快的 現在機殼的設計比以前合理很多 不管是在走線上,還是底線空間的部分 基本都有一定水準 所以像我背面就沒有特別用束線帶 簡單來一來後,背板還是可以輕鬆蓋上 然後有點可惜的是,塔散的RGB實在沒有接燈光 因為主機板沒有支援3PIN的接口 畢竟可定者RGB是在近幾年才比較普及的 那時候還是以4PIN的RGB居多 所以就少了一點燈光的點綴 那也可以降低大家的皮膚來的機率 而整體組裝起來的顏值還是蠻不錯的 並沒有明顯的舊時代感 可能就顯卡的配色比較感覺出來 但微星家的紅龍模具我一直都很喜歡 所以我反而是很吃這一味的 它確實是一代經典 好,接著就可以來進行實測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個耗電量 可能有些人會有迷思或疑慮 就是能用上二手的CPUG顯示卡 這種舊時代的產物它的耗電量會偏高 但其實並不一定喔 因為像GTX10系卡 就是公認極其節能的一代 1060的功耗也不過100W出頭而已 那R5-160也是一樣 官方TDP標示在65W 現在的R5和R5 CPU 因為加速頻率高核心數也多 所以反而功耗也往上拉 相比實在這舊時代的CPU 在功耗的釋放上是相對保守的 那我們就來實測看看 首先是待機情況下 整機的功耗只有50W出頭 跟一台電風上用的電量差不多 接著看YouTube的時候 功耗也會上升到80多W 這也還比電視機省電 一般的日常用也基本都要100W內 那如果是玩遊戲的話 比如跑2070顯卡才會慢載運行 這時候功耗就會明顯上升 但也不過才200W 差不多等同尺寸大一點的4K電視 但雙卡的情況下 整機主要功耗也在250W而已 即便到現在也看也是相省電的 舉個例子做對比 當今的中高階顯卡RTX3080 單一張功耗就要320W了 比我這台電腦的功耗還要高 所以組舊的零件並不一定會更耗電 主要是看你的選擇 除非你是拿到更老舊的高階顯卡 那才有可能會有耗電量偏高的情況 那接著我們來看電腦的溫度表現 首先是CPU 在待機情況下溫度僅有30度出頭 那透過AIDA64 GPU Page共耗60W 此時的溫度也不過才50度 兩到一個不行 我最喜歡讓零件感冒了 這說明這顆X120 它壓在R5-1600是蠻過剩的 還有在網上超頻的空間 那就顯卡做雙烤後 CPU因為受到顯卡fader的影響 所以微幅上升到50度 但顯卡則是在70度上下 這次我機殼只有裝前二後一的系統風扇 所以說明在這樣的配置下 就注意解這整個系統的熱 並且照樣還幾乎聽不見 給人的使用體驗就很好 那接著來看系統操作的部分 一台電腦能不能跑得順 在硬體上就三個點 一是CPU過快 可以順利負責程式的運作 二次安裝S10央系統碟 提供快速的資料讀寫 再來就是記憶體的樓上充足 給予充力的緩衝空間 就這三個關鍵 所以這台電腦 自然是都具備這些條件 所以操作起來相當流暢 我也嘗試連續開20幾個網頁 它依舊是反應的過來 CPU在短期間充高使用率後就會回落 而記憶體的部分 在開這麼多網頁的情況下 還吃不到一半 只能說32G就是韌心就是爽 那在觀看4K YouTube影片時 由於GTX1060支援VP9硬解 所以也不會去佔用到CPU的支援 不管是日常應用 還是影音播放對它來說都是輕鬆的 接著我們來看跑分測試 R5-160在Cinebench iOS的測試中 獲得了2539多核分 以及362單核 雖然對比現在的主要i5處理器來說 已經有跨極具的差異 但是別忘了它現在的價格早1000塊錢 對比全新的1240還要5000多塊 那個價格是差了5倍 在這樣的價差之下 跑分效能差不到2倍 這樣想是不是性價比較出來了 況且它那個超頻 我後來有將160的全額頻率 從3.4達到3.8GHz 這座多的性能還成長12% 來到28000分的水準 這多出來的性能都是白嫖的 很服我們硬體管導板的期待 但這樣的超頻下 CPU的燒機功耗上升到75W 依舊是可以接受 那溫度部分還要接近70度 所以AX120這個塔散要解到100W 都應該問題不大 但聲音表現是屬於安靜的梯隊 以500元價位來說還算不錯 否則我對入門塔散的期待 那記憶體的部分 我跑讀寫的測試大概46G 表現的還可以 但延遲的部分偏高了一些 主要還是一代Ryzen 在記憶體控制器這塊並不強 所以在自動設定下 它當天的時序就比較保守一點 如果再說一點時序 應該可以改善延遲 不過它對整體的性能影響也不算大 甚至體感不出來 所以就給它這樣子吧 再來是遊戲測試的部分 首先來看CSGO 即便它已經推出了10年有了 但到現在依然還有一票10眾玩家在遊玩 以及全球的電競賽事在舉辦 那CSGO我覺得可以作為入門的遊戲電腦判斷標準 也就是你至少要跑得動它 才能認定是有基本的遊戲效能 那在10.5P的解析包套全開 跑內進測試可以獲得230的平均幀表現 要流暢順跑是完全沒問題的 並且顯卡的佔用幣沒有吃滿,性能像是戳戳我餘 所以我們這台電腦也是輕鬆通過入門遊戲的測試了 再次進檢相當熱門的3A大作2077 即便現在要4K光追全開 對於顯卡的壓力依舊是很大 不過除了遊戲優化的改善 加上FSR和DLS的技術的加持 其實對於顯卡的門檻已經降低非常多了 在10.5P的解析包套開中 光追關閉FSR設定自動 跑內進測試可以獲得平均51幀的表現 算是流暢順跑了 不過這應該是受限於CPU的性能瓶頸 所以幀率上不太上去,顯卡還沒完全吃滿 那後來我將R5-160超商3.8後做對比 平均增大概剩2幀左右 那最後是Hawk華著的傳承 同樣也是一款吃效能的DX12遊戲 並且對於記憶體的要求也比較高 在10.5P的解析多大特要開中 開啟了FSR的品質 跑在火米村的地圖中 可以有50幾幀的表現 也是可以流暢順跑並且不會出現卡頓 雖然特效沒辦法開高,但保有一定品質的遊戲玩是沒問題的 以1萬的預算來說,有這個表現已經很不錯了 市面上主要部分的遊戲都可以跑 這就是剪輯測試的部分,我開啟了有4K裝置來跑一下 那得益於6核線的處理器 搭配1060不錯的邊界板能力 要播放完整能解析度的素材是沒問題的 顯卡的解析器有正常運作 不過當遇到3個4K後面疊架的場景,還是會遇到卡頓 不過這部分原因還是內網的速度及硬碟的受限 畢竟有專案是放在NAS裡面的,所以多少會去影響預覽品質 總之如果輕度的4K剪輯是堪用 那1080P就不用多說了,基本上都順暢 而輸出的部分,因為硬體的底就在那邊 11分鐘的4K專案需要花12分鐘來輸出完畢 比我的主機要慢的不少 畢竟1萬塊,能順暢剪輯就很不錯了 反正多出來這幾分鐘,去這個下午茶半個賽就過去了 也不是說不能接受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萬餘電腦組裝,整體還算不錯 新人注意遊玩大型遊戲,並且能耗也相當省電 那要應付一些輕度的生產利用途也可以 然後重點是這次是有二手零件 所以才能把性價比整個拉起來 不然同樣預算買全新的,大概只能用個i3不帶獨顯了 那個性能基本上是天差地別 所以假如你是預算有限的玩家 找到多做功課的挑選零件,平民依舊是可以當戰神 然後這次的配備,對比5年多前的 也讓我明確感受到科技進步速度之快 如果在5年前主張用一套配備 可能也稍微20萬跑不掉 但現在確鑿要花個1萬出 然後幾乎大部分的零件都是全新的 像是一條和A4CT的價格下調幅度就很大 你買二手都不一定會便宜多少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有的視頻影片就到這邊 下方留言告訴我,我是Huan 我們下次見,掰掰